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久的未来 基因编辑技术去到了快速发展 一种被称之为仿生人的科技生命体 被创造了出来 仿生人的生理构造 与人类几乎完全相同 唯一的区别 就是他们大脑中的神经元 被经过了定向的基因编辑 有着单一且必须遵从的初始执念 至死不渝的伴侣 乖巧孝顺的孩子 效忠老板的员工 这些定制的仿生人 开始作为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 即便是在一些禁止制造和销售仿生人的国家 也有一些非法分子 通过走私的方式 将仿生人携带入境 暗中销售 随着仿生人的泛滥 危害也逐渐显现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沉迷在仿生人提供的虚假情感中 而对于仿生人自身而言 他们的思维和情感 也极易在初始执念的束缚下变得畸形 很多恶性事件由此产生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 国际社会迅速召开会议 以致通过了仿生人的生产禁令 以及召回令 按照约定 各国将立刻停止生产仿生人 并对各自境内的仿生人 进行召回 以及集中管理 西元市在第一时间 成立了明谋基因研究所 配合公安机关 对我国境内的仿生人 进行搜查以及鉴定 然而 过程却并不顺利 鉴别仿生人的方法 只有通过注射鉴定药剂 来观察其瞳孔是否变色 但鉴定药剂的技术还存在缺陷 对于普通人有着极大的伤害 因此 它的使用被加以严格的限制 至今为止 距离仿生人精灵的颁布 已经过去了五年 依然有一些仿生人 隐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打出刻之后 2匹目的规则 这是尤其唯一的 重处点 lightning 大变速度 丁的鱼 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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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什么案子 开始吧 我们开始 死者 女性 三天前她持谢闯进了一家温泉旅馆 最后在客房砍伤了一对母子 孩子为保护母亲 刺死了这个疯女人 导致她跌入炭火 脸部被烧毁 由于烧得过于严重 尸体已经无法辨认长相 死者身份不详 也对不上最近几个月的失踪档案 所以警方需要我们配合 同步展开鉴定工作 来确认是不是仿生人 烧成这样 瞳孔都看不到 药剂也不起作用 我们的鉴定工作会很困难 而且就算是仿生人 人都已经死了 也不用我们名模掺和了 对吧 陈诺 这小二什么表情啊 他不是刚杀完人吗 即便心智再成熟 也不至于这么平静吧 走吧 那怎么接了 来 因为雷雨天气监控续号受到影响 所以断断续续的 当时我听到很嘈杂的声音 从楼上传下来 一看监控感觉不对 然后我就跑上去了 这个监控能拷走一分 没问题 这边警察取证完 就把房间封锁了 暂时也不让进去 如果你们要进去的话 到时可以 怎么这样 不好意思 那对母子被警察带走的时候 你在现场吗 当天我在大厅值班 那小孩子状态怎么样 是不是被吓坏了 这倒也没有 这左右两边都没住人 就0210房间住了一对情侣 他们住多久了 定了七天的房间 先生 您不可以这样敲门 我 干什么呢敲这么大声 王女士不好意思打扰了 这两位是明萌的调查员 他们有些问题想问 有完没完 这都问了多少次了 那麻烦你再陈述一次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啊 那天吧 我先是听到走廊上 有人走来走去 然后就听到一阵 到处敲门的时候 之后呢 就听到一阵巨大敲门的时候 我当时还退了推我男朋友呢 他都睡死过去 他也敲你们了 对啊 我当时还走到门口 骂了几句呢 我以为是哪个酒鬼 喝多了走错门了 不过后来也就没什么动静了 那你等一下 你是说 他听见你的声音之后 就离开了 对啊 我现在想想真是后怕 那他可能是在寻找 什么特定的目的 对啊 真身赔偿什么事能给我啊 不给我我可不走啊 你还听到什么其他声音吗 之后就听到一阵 很吵闹的动静 我还听到一个女人喊 说放开我的孩子 说放开我的孩子 放开我的孩子 你明眸都来了 那疯子是不是就是仿生人啊 他肯定就是为这太妈 所以把人给杀了 你别胡乱猜测 不过 辛苦你们了 还特意跑一趟 不过你们问的事情 我好像也帮不上忙 我们也只是怀疑 那天袭击你们的 可能是仿生人 草生人 我不知道 我当时心里也特别地慌啊 我能记得的我都说了 陈女士 你儿子在哪儿 我们请接见他 不好意思 孩子在睡觉 他好不容易能睡着了 你们想要和他聊 他知道的我都知道 我可以跟你们说吗 当然 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 前天你们被袭击的情况吗 月儿钢琴比赛拿了第二名 我答应过 要带他去温泉酒店玩两天 今天玩得开心吗 嗯 嗯 做个好梦 嗯 谁啊 放开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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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放开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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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就是这样 你觉得他是谁 为什么袭击你们 流浪的 还是从精英宾跑出来的 还是说 我们怀疑的仿生人 但没事 那 她既然是仿生人 我们反而好几句 陈女士 你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吧 明某 专门调查仿生人的 那你应该知道 仿生人的危害吧 陈女士 您还有没有事情要告诉我们 最好趁现在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不好意思 我还要给孩子做饭 hil吉也 跟你多 门娱 fire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开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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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家长 你们稍等一下 陈诺 放开我的孩子 放开我的孩子 你认识吗 你会说话吗 喂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程总 你又来干吗 你们怎么能闯到这里来 你们到底要对他做什么 我只是问他几个问题 为什么 我儿子是正当防卫 他没有做错什么 不要再纠缠他了 你儿子是不是正当防卫 我们会配合警方调查清楚 请你们出去 他也是都这样 不说话吗 冲许 承诺 走 承诺 抱歉啊 你觉得他那个样子正常吗 案发到现在一话都没说过吧 刚才把他吓到了 他就是个孩子 只是想保护他母亲 你怎么能说他是杀人凶手的 而且我们要确认的 难道不是死者是不是仿生人吗 你为什么你决定这小孩不死 你们不会开口说话 他们说了不认识凶手 那是陈欣慧说的 方圆还没开口呢 这重要吗 很重要 你只能通过伤害人的方式报案吗 那你可以适应你的方法 方圆 我会保护好你的 有妈妈在 你什么都不用怕 没事 没关系 今天表现得不错 回家一定要好好吃饭哦 好啊 他现在还是会每天 还有叫保姆的名字 我明白 这都只是过程 您平常还是多陪伴他 别给他太大的压力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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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师哥 安秋 不好意思啊 这次来得有点着急 没提前跟你打招呼 没关系 怎么了 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是这样的 我知道 心理方面的问题 也比较擅长 正好我们这边有个案子 想请你帮帮忙 是关于仿生人的吗 是 但也不是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主要是目前受害者 一直不肯说话 所以想请你去看一看 张姐 张姐 我老公 张姐 你别跑 我老公 张姐 不是 张姐 你别跑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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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也有很多人 需要帮助 不好意思啊 我理解 但是 这次这个案子 有点特殊 受害者是个十岁的孩子 他为了保护他母亲 杀了一个人 师哥 安秋 他们已经在里面了 走 带你进去吧 好 陈女士 请坐着 陈女士 抱歉 上次你们那个同事太冲动了 不过你放心 这次我们不讨论案情 主要是我们担心 经历完这些事情之后 方苑的精神压力会太大 所以特别请了一位 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希望她能够碰到方苑 陈女士您好 我叫安秋 我可以跟方苑聊聊天吗 我可以跟你聊聊天吗 方苑 你好 我可以跟你聊聊天吗 如果你不拒绝的话 我可以理解为你同意了吗 方苑 其实跟这个案子比起来 我们更关心的是你 但如果你一直不说话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没关系的 方苑 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不如这样吧 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 这个游戏不用说话 你知道吗 我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心理医生 是因为我有一项特异功能 我有心电感应 想试试吗 我先给你玩一次吧 好啊 游戏非常简单 这个游戏叫黑魔法 一会儿陈女士 您在方苑身上随便指一个位置 给陈老师看 然后呢 我会通过心电感应 告诉你答案是什么 那我们开始吧 陈女士 你可以开始了 好 好了吗 好了 沈叔叔 沈叔叔 配合一下吧 没问题 刚才陈女士指的是这里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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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那是这里吗 是 是 你是不是怀疑沈叔叔给了我什么暗示呀 你们肯定商量好第五个收入正式答案 不是这样的 你们用眼神交流了 也不是哦 那这样 我们再来玩一次 你想一个你最喜欢的甜品 只告诉沈叔叔 这次我也不看你们了 来 方苑最喜欢的甜品是冰激凌吗 不是 不是 是 黑色年蛋糕吗 不是 是杏仁豆腐吗 是 真的相信了吧 其实呢 我除了有心电感应 我还有另外一项特异功能 我可以读出你内心的想法 想试试吗 我饿了 想吃点东西 我饿了 你来之前不是吃过早餐吗 我还想再吃呢 好 妈妈去给你买 你乖乖地在这儿听话啊 还想继续吗 嗯 其实你还很想继续看我的心电感应 其实你一点也不想吃东西 你只是找了个借口让他离开 你不想让他听到你的心里话 他把你照顾得很好 可是这也让你很有压力 可是你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你愿意理解妈妈的辛苦 对吗 妈妈以前工作很忙 几乎没什么时间陪我 我也不怪他 可是妈妈其实很想多陪陪你 所以才会带你去温城旅馆啊 可是那天发生的事情 让你一直很难过 是吗 我不是说是我 元儿 你很勇敢 你没有做错什么 你保护了自己的妈妈 总理 保护妈妈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当然了 你果然作弊了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但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电感应 你跟他一起是来骗人的 月儿 月儿 你愿意跟我说说 这块怀表的故事吗 月儿 你怎么了 抱歉啊 陈医生 刚才看到了 月儿 走 咱们回家 陈律师 抱歉啊 都没帮上什么忙 你能来 已经帮大忙了 我觉得方愿确实有话想说 但可能是有什么顾虑吧 我倒是觉得 陈兴慧的反应有点奇怪 所以是手指有没有碰到的关系吗 你在说什么 这是我们刚才玩的游戏啊 要不然就是肢体暗示 这位是我搭档陈诺 这位是我大学的师妹安秋 心理学方面的高材生 你好 要不然就是你们进去之前商量过的 答案早就已经定好了 别瞎猜了 都不对 对 对 那怎么回事 你刚才在监控室不都看到了吗 还想不明白 这其实是我们做心理治疗的时候 经常玩的小游戏 原理很简单 就是把记号 我就知道了 一定是在答案上做了记号 对吧 当然不是答案 每一个答案都不一样 不是答案 那在哪儿啊 你好好想吧啊 那个 我先送安秋走 他有事呢 答案前一个什么来着 前一个你好好想啊 还在想答案呢 你真当我傻呀 正确答案的前一个 都是跟黑色有关的物品 这个游戏叫做黑魔法 对吧 你在怀疑陈欣怪 是 你还记得那个监控吗 那个疯女人敲了这么多房间的门 为什么就是陈欣慧打开了 感觉他们之间 并不是像陈欣慧说的那样毫无关联 你看 这是陈欣慧今年的通话记录 除了疯愿的老师 她几乎从来不和其他人人心 她可能 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呢 你看 所以 她经常出门 跟之前的信息对不上呀 对得上 她经常出门是真的 不喜欢离开家也是真的 陈欣慧夫妻 曾经开过一家服装贸易公司 她丈夫生命去世后 只有她一个人在管理 收益相当不错 但突然在三年前 她把公司给转让了 之后再没有创业 也没有上班 全职在家 当然 之前赚的钱 光是理财 就足够他们母子二人日常开销了 所以说 她是三年前 性格突然转变动的 天主 月儿 来 吃点水果好吗 来 那妈妈去给你打成果汁好吗 你最近跟陈欣慧有点心吗 前段时间她突然给我借钱 可我哪有那么多钱嘛 她就给我发脾气 陈总呀 陈总好久没来了 以前啊 她经常和同事一起过来聚餐呢 她在我们这儿存的酒 还有会员卡的鱼 现在都没消费完呢 你跟陈欣慧多久没有联系 早几年了吧 所以你们父亲去世 她也没有回去吗 对 她没回来 别再给我提这个事了好吗 都已经获取了 我还听朋友说 她把公司都给卖了 把合伙人也给骂了一会 你有去家里找回她吗 有去过 家里面好像也住了人 但是我去的时候她没开门 之后我们再也没联系过 陈欣慧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 不仅转让了公司 而且还和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闹白了 而且闹翻的理由五花八百 他跟朋友借钱还可以解释 但是他哥说 他父亲死的时候 他连葬礼都没有参加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可能是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吧 陈诺 这是万步 我让我交给你的试检结果 果然是这样 这是什么 这是死者的试检报告 你过来看 试检报告显示 死者生前长期服用置换类药物 而且处于营养不良 肌肉退化的状态 很可能是遭受了囚禁 你还记不记得 案发酒店王女士说的话 之后就听到一阵很吵到的东西了 他说听到有人在喊 放开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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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看自明一次 我们会下意识认识 是沈天会所说的 但我仔细听过见口 发现这句话的语标也有问题 放开我的孩子 放开我的孩子 她的重音在我 而不是放开 所以我认为 说这句话的应该是那个疯女人 也就是真正的陈兴辉 好了 现在很清楚了 签字吧 陈诺 签字之事 我们是不是 再谨慎一点 方圆还只是个孩子 就这么抓到她唯一的亲人 我怕她遭受不出这么大的打击 再说陈兴辉 你再替访先生说话吗 你又想过 这个结果对她们俩意义着什么吗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 也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你只需要判断目标 是不是仿射人就行了 所以 保护妈妈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当然了 我果然作弊了 虽然我不能 等我 姿妈妈 喂 师哥 我想离开明某 为什么 你记得我的搭档承诺吧 仿生人跟普通人的区别 不过就是个初始执念 它是仿生人 一切行为逻辑跟情感的根基 就像是一种 本能吧 明某的宗旨 是配合公安机关 鉴定和搜查仿生人 但同时 要给予他们关怀 但是承诺不一样 他对仿生人 一只包有非常大的敌意 为了抓住一个仿生人 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可是仿生人 他们不是机器人 他们和我们长得都一样 他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每次在搜查他们的时候 都会碰到一群 跟他们有情感连接的人 如果这个仿生人消失了 他们的生活也完全被改变了 我们需要纠正 人类过于依赖仿生人的想法 但这个过程 又让我很有心理负担 就跟他们的事 不准备用了 争取你 不准备用了 你又акс子 我还是我举手 就不敢跟你认识 你知道吗 不然自己尽力 先不开心 不愧 留意 你ל拍手 谢谢 南秋 其实 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这份工作 你等一下 你看看这个 那天你在面对方怨的时候 我都看到了 如果你跟陈洛达到 他可能会不一样 是吗 我以为我没有帮上什么忙 对了 方怨那个案子最后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明天可能会做最后的确认 其实我挺担心方怨的 明天我能去看看吗 相担心方怨 kommt 斗云 沈先生外面一位女士找你 好 安秋 警察怎么了 淳新慧消失了 怎么回事 淳新慧确定是访访人 那个访访人到底去哪儿了 我都问了你快三十分钟了 你一句话都不说是吧 队长 我发现客厅这儿有个暗门 你快来看一下 好 来了 帮我找回家方圆 嗯 忽然是谁啊 囡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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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事情说出来了 要轻松一点的 好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那个访访人去哪儿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隐瞒是吧 你能不能别这样对一个孩子 你知不知道做了些什么 那名死者是吗 那名死者是他的母亲 我们队温泉酒店那名死者 以及他们母子都做了DNA检测 结果证实 那名死者也是淳新慧 他们其中一个一定是仿生人 你不说是吧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整个过程 我的猜测 你的妈妈因为忙于工作 来 所以从黑市定制的 又跟她讲的一模一样的仿生人 来替她照顾你 她的住室之念 一定就是无条件地对你好 对你百依百顺 停停停 你妈妈对你要求很高 虽然你感觉到压力很大 这本来是一种爱 但在仿生人眼里 这就变成了一种伤害 仿生人不再满足于 只做一个提神妈妈 她觉得自己更有资格 作为你的母亲 月儿 妈妈去上班了啊 你在家乖乖的 听爱一唱 但想真正地取代一个人类 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开始 先是最技术的模仿 月儿 妈妈去上班了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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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去上班了 乖乖地 在家听阿姨的话 谢谢 仿生人日复一日地 把药物下到食物和水中 渐渐地 你妈妈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 与此同时 她开始了九盏雀巢的计划 月儿 你确定要把公司卖掉吗 她为了避免被熟悉的人发觉 干脆主动发难 找准你妈妈与亲朋之间的努力 与大家断绝了全部来往 现在我说了算 我回不去 月儿 妈妈已经把阿姨给退了 以后妈妈会全心全意照顾你 访生人可能还不敢真正地杀人 所以她一直把你妈妈关在地下室里 因为被下了药 她的脑子时而清醒 谁也糊涂 我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方圆 过得好吗 过得开心吗 她 她有没有姓妈妈 我就是她妈妈 她现在过得很开心 我不会做任何让她不开心的事 等你有力气了再喝吧 我 我 不不不 事发那天雷暴天气 地下室的门 很可能因为停电引发鼓掌 自动打开了 做个好梦 妈 怎么回事 没事 我去看看 谁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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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放开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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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安 我快跑 人不是你杀的吧 是仿生人陈兴辉杀的 我不理解的是你 为什么还要坚持是自己做的 他都把你抛弃了 你居然还在为他找下 他不会抛弃我的 凭什么 出始之念吗 你就那么确定 他的出始之念是为了照顾你 说不定是成为另一个陈兴辉呢 正是于这样 他才会除掉真的 自己取而代之 而你 也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你别说 那不是赚好的 他不是用你那样做的 那你为什么要撒谎 到底怎么回事 真的吗 约尔 你别害怕 别难受 约尔 你别害怕 别难受 我们只有知道真相才能帮助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约尔 怎么 我不是故意的 直到那晚 我才知道陪伴我那一日 仿生人妈妈 对不起 约尔 妈妈实在太忙了 没时间好好照顾你 来 这是妈妈奖励你获奖的 一个小礼物 我已经失去一个妈妈了 我只是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 那天你问我 保护妈妈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当时一定很自责吧 可是我没有说错 你非常勇敢呀 你只是保护了另外一个妈 要保护一个妈妈 要保护一个妈妈 说了这么多 还不是在需要的时候离开吗 约尔 她不会无缘无故地离开的 你知道她会去做什么对吗 妈妈会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吗 什么意思 今天妈妈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电话 说是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秘密 她有办法帮助我们 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见面 在三陵公园 什么ELC 特殊 她说这都在安装里的机会 她都在哪儿见的 绝望 神尔 神尔 你 神尔 你 陈欣慧 分头找吧 陈欣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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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陈欣慧 师哥 陈欣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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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陈欣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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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救武案 现惊人反转 十岁少年因过度依赖仿生人 竟向警方隐瞒仿生人 杀害自己母亲的罪行 病人吸入浓烟过多 导致脑部缺氧缺血 目前还是昏迷状态 如果昏迷时间持续过长 那么很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为什么不救他 当时如果你不跑 也许他就不会躺在这 我跑掉 是为了去抓凶手 是吗 那你抓到凶手了吗 对你来说 抓到凶手比救人更重要 是吗 我相信如果是沈丽 他也会做一样的选择 你错了 他一定会选择救医 您好 是人事部吗 我想加入明盟 明盟 明盟 到时候 我会拒绝 在那里 或者是身材 在那里 我会拒绝 那你会拒绝 你会拒绝 你会拒绝 可以拒绝 我会拒绝 我是 我会拒绝 你会拒绝 我在那里 你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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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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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